大家好,继续跟大伙儿胡扯八扯 昨天晚上有朋友,我认为是朋友 因为给了我非常非常好的建议 当然开头的时候人家说了 说你就你这水平还做时政节目 我确实我的水平很低 我也知道我自己个水平低 这个知识也不是特别的丰满 我不用渊博这个词,丰满 这个经历也是普通人的经历 社会关系也没有什么社会关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把我规划到时政这个类别里边 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设置的 还是说这个自动就给设置了 我原来也聊足球,是吧 也聊这个娱乐圈里边的人 比如说谁跟谁谁一起踢过球 对中国足球有一些见解 我跟谁谁谁是这个特别好的忘年交 这个大爷,对吧 是谁这一通聊 没有什么人看 后来我也聊聊娱乐圈里一些事 是吧 比如说我好哥们 这个二姐的是吧 前夫是吧 拍什么电影跟这个这个实话实说的小崔啊 原来是他的编导什么我也聊过这些 真的啊 没有什么人看 所以说呢 我可能就可能也有对中国 因为我们都是从中国大陆 密德兰出来的人 对吧 我们可能对那片热土有一些情感 或者说有非常浓厚的情感 看到那里边还是啊 这个官府在欺压百姓 我们也能我们也想啊 我也想发出一点声音啊 结果呢 可能不是被大家接受啊 但是啊 我从这个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一点一滴的踏踏实实的做起 到现在有三千来人关注我 我特别特别的高兴 我不像啊 有的人说这个YouTube 这个互联网上啊 YouTube做节目的啊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尽量大伙都别在这里掺和 你看我们当时就这几个人 我们吃吃的这个盆满钵满的 我们多好啊 你们跟着瞎裹什么乱 因为我觉得从我内心来说 虽然你是大咖 但是我觉得你的三观有问题 或者说啊 我觉得你特别特别的不靠谱 你比如说老灯啊 你比如说我原来很尊敬的苏小和啊 你们说的那些东西 跟我了解的一些啊 这些东西可能有相背的地方啊 我就开始蹭人家热度啊 这不叫我做时政节目 我只是蹭人家热度 我不想跟我们小时候背的那个 一缘二到三点 也为四观五马六张飞黄许孙下 黄许孙泰两下猴 是吧 最后末了是这个邓爱与将为 我们不是想在互联网上做一个排名 我没有那个能力 我就逗大伙一乐 我也给我自己嗝添点乐 移民到海外的 又不是天天喝了命的 要去挣钱的 我就觉得我应该有点事做 我不愿意退休 你看我上个月啊 我收到了广告费用 当然也有朋友打赏啊 这个广告费用 我将近一百八十多块钱 我这个月还差几天 我也一百六十多块钱了 哎 我就感觉 嘿 你看看 嘿 这一百多块钱 能cover我的电话费啊 我电话费九十多块钱啊 我能cover我的电话费 我就觉得 我特别特别高兴 我何得何能 这个能 能在互联网上赚到一百多块钱啊 我特别特别的高兴 我不像那些人啊 指着这个啊 要交房费 是吧 指着这个 要养活老婆孩子 老婆儿子 是吧 指着这个 要在这个中文啊 自媒体圈里边啊 要立刻棍啊 要这个 怎么着 我没有想做到那个水平 因为我确实没有那个能力 我非常感谢这些朋友对我的这个支持 当然 今天也有朋友啊 远在美国的一个北京的啊 小妹妹啊 人家这个 第一给我打了赏 第二说 你不要羡慕别人啊 这个 别人啊 有别人的渠道 别人有别人的水平啊 这个 我支持你 这个啊 说出来这句话 我真的啊 我已经这个 北京侃爷说 我四十好几的人了 我还有那种莫名的感动 我还 我还能不忘初心 受到那个 灵魂的 那个些许的波动 我真的特别特别的 哎 不说 不是说您给我打赏 您就是我的朋友啊 您给我提出意见 就不是我的朋友 当然了 这里边有骂我的 那很正常 我也骂别人 对吧 我天天骂老灯是傻逼 他就是个傻逼 您骂我是个傻逼 我在您心目当中 确实 这这孙子 这丫头的 是吧 这这四十多岁 这老BK的 确实不是 不是一好人 那是我在您心目当中的地位 或不能叫地位 那个认知 那个形象啊 您就不用改 您该骂我 还骂我啊 但是我就是 有的时候是这样 就说 您别光看我一个题目啊 这个 昨天 比如说我这题目啊 标题党啊 江泽民 胡锦涛啊 那谁真狠 江泽民 胡锦涛 这个 官在秦城 这个不就是 我在节目里边 说这些人啊 所谓阴谋论的啊 天天造谣 传谣的那些人 他们在 引导老百姓啊 引导大家伙 看他节目啊 说出来的主张吗 我是极力反对这些人的 是吧 我提前三个多星期 我就告诉大家伙啊 这个常委的名单 已经传达到哪了 对吧 这个 李克强要裸退 我就说出来了 可能我有那么一丝丝 一呐呐的啊 消息的这个 来源啊 但是我不能跟人家说 是 我也做过类似的节目 造谣传谣的节目 那我真的是鞭挞那些人啊 这个 谁谁谁出狱了 谁谁谁要当 啊 中国一号呢 那些咱不聊 咱不说这些了啊 嗯 但是我 我特别感谢 对我提出意义的人 支持我的人啊 我为什么不喜欢那些摇棍啊 我 我曾经在节目里边说过啊 你比如说 这个 我说过一个神棍啊 叫李居明 现在国内很多很多 有头有脸的人 包括好像有 现在目前可能这几年 老百姓也比较认可 他是吧 这个 在加拿大找到了 那个什么 什么罗 是吧 这个 中国的啊 那些所谓的高官们 听信了他的建议啊 天津的117 上海的什么啊 北京的 不是北京 广东的什么 小蛮腰 是小蛮腰 我忘了啊 完了之后 天津的117 干不下去了 又弄北京的中华孙 哎呦 这些都是他的监狱 他的风水 但是这个人啊 这不也不只是这个人 包括还认识很多人啊 李建军啊 什么 这些所谓的啊 这些大咖们啊 这些风水大师们 全他妈是摇棍 没有一个人不是 但是你看中国的高层 中国有头有脸的人 就认他们 你认为习近平 没有所谓的这些啊 所谓的神棍在其周边啊 这个给他鼓劲 给他做法吗 所有的人都有啊 毛泽东有 周恩来 有刘少奇 有很多很多的老一辈的 无产阶级革命家啊 无神论的那个最高层级的人 他们都有自己的啊 这个御用法师啊 包括现今的啊 江泽民也好 江泽民正定 是吧 河北的人都应该知道 这个胡锦涛啊 包括现在的习近平 习近平为什么啊 越过河南发大水的时候 从空中掠过要去西藏啊 你认为他去这个啊 跟西藏人民啊 跟那些喇嘛神教的人 一起去搞联欢去了 是吗 不是 他在 你看看那个时间段 是一个什么时间段啊 他去大师面前啊 接受大师们的聆听 那些所谓的啊 喇嘛教也好啊 佛教也好 道教也好 甭管是你是全真 还是什么神医 甭管是什么吧 全是服务于啊 他们最高的服务等级 就是服务于当朝的啊 不管是现在中国共产党 还是之前 都是服务于当朝 我知道这些神棍啊 我接触过这些神棍 所以我在海外的互联网上 又听一帮摇棍们在那胡说八道 我是忍不住 我是实在忍不住啊 对他们点评点评啊 是什么陈破空啊 老灯啊 苏小河也是吧 对他们点评 文锐也是吧 对他点评点评 仅此而已啊 这个我希望我的这个节目呢 别葬了您耳朵啊 我也希望支持我的那些人啊 您一如既往的啊 站脚住个威就行 不用特意给我打赏 好吧 今天我们就胡扯八扯半天 谢谢 拜拜了您呢 拜拜